嗯 这分身的实力 应该还只是斗灵界变 下一步 便要将风雷之力融入进去 并驾以锻炼 当年修炼三千雷动 虽然从雷运中吸收了一点风雷之力 但远远不够用来锤炼分身 笨蛋 谁说一定要用风雷之力吧 那只不过是一种锤炼方式而已 用其他的能量依旧可行啊 比如你体内的异火 可比那风雷之力强横多了 尤其是那陨落星炎 你若是能够将它融入分身之内 日后即便遇到能克制灵魂的奇异能量 也丝毫不惧 如此一来 灵魂分身唯一的缺陷也弥补了 可这陨落星炎本就是灵魂克星 灵魂分身与奇异接触 不是会直接被炼化掉吗 哎 年轻人 世间之事大多都是富贵险中求 不拼一把又怎么会有收获呢 再说了 云落星炎已经被你彻底炼化 你什么时候见到它 对你的灵魂造成反噬了 我认为 可以试试 好 那就试试 先静下心来 雅蒂新年的温度 试试找到分身能够承受住的温度极限 再逐渐提升温度 达到锤炼效果 这分身的锤炼果然困难 想要大成 都只得等到猴年马月 你们小子知足吧 你我对费天那分身的观察 想必他至少锤炼了五年以上 你短短两月就能与之相等 还不满足 嗯 短短时间 那天木山脉快开启了吧 想必那地方早就人山人海了 若是再不动身 你可就连汤都喝不上一口喽 嗯 有空无论 有空无论 是 还得不停 心里童虎 铁木山外当真名不虚传 果然是来了不少人 恐怕后方的森林状 为先生的人更多 又来一个 这都快没地方落脚了 一个个闻到点田头就冲 也不看看自己什么实力 整个山脉外围现在挤满了人 咱这还算宽敞的 这天山血潭三年才开启一次 谁不想进去破破 说的也是 想必那些大事 是七层一鹤 是不是凤雷阁那位凤小姐的坐骑吗 凤雷阁竟然把她给拍出来了 据说她是凤雷东阁年轻的辈中 成为阁主几率最大的一位 那这次天山血潭时人的命额里 定然有她了 那可说不准 这天木山脉有能量潮汐压制 从门内的强者无法忍受 只能依靠自身实力 中州藏龙卧虎者可也不胜目了 天木山脉 确然还能陷着实力强的人进入 难怪没看到 飞天的老妖怪的身影 先看了出这位凤小姐的实力 想必她身上 有能睁眼齐齐的期望 算了 只要不来寻我的麻烦 我也懒得照着她 穆长老 这次其余三阁 可曾有人前来天木山脉 怎么可能不来 万剑阁的天群剑唐英 黄泉阁的王尘 星陨阁的木青鸾 皆被派出 看来这一次的血潭之争 倒是热闹得紧 小姐 阁主临行前说了 凡事小心一些 多留一个心眼 毕竟此次天山血潭 吸引了不少北域的年轻强者 例如 那位叫做萧炎的人 小姐对于北阁主的实力 也是有所了解的 此人能从北阁主手上逃生 不可轻视 不过是借用他人力量的家伙罢了 天木山脉内 能量超过限制 便会受到压制 大家只能各凭真本事 他自然也成不了气候 终于要开始了吧 不愧是中州 如此袭警 其他地方哪有眼赴桥间 这次 就姑且试一试 自己在中州年轻五位 究竟能达到什么位置吧 两位长老 你们便留在山漫外 接下来的 瞧给我便好了 是 那 那是凤家 小仙人一步 得看看你有没有那个实力 多谢凤小姐助力 三千雷斗 是 凤小姐 不过是快了你一步 就这么穷追不舍 咄咄逼人 真不愧是风雷阁的人 破掉我风雷阁的九天雷狱阵 还能从北阁主 废天手中顺利逃生 果真名不虚传 是吧 硝烟 硝烟 他就是那个击杀了沈云的硝烟 那是你们风雷北阁咎由自取 若是你想帮他们报仇 我定会奉陪到底 好狂的口气 现在我也懒得跟你浪费时间 等你到达血潭 我们再来解决这些恩怨旧账 当然 前提是你有实力到达那里 怎么走啊 可惜了没打起来 走了走了走了 也不知道这两个人真正搅起手来 谁能更生一手 等到了目的地 这两人恐怕会有一场恶战 依我看 现在不过都是想保存实力吧 这地图根本就不管用 武器这么大 东南西北都分不清 哪找得到去天山血潭的路 这地图根本就不清 六级魔兽 很快的出击速度 阁下是否看够了 陆过而已 阁下不用紧张 在下万剑阁唐英 瞧阁下有些面生 不知 他便是唐颖 硝烟 硝烟 最近跟风雷阁闹得火热的那个硝烟 只是有点冲突而已 小打小闹 小打小闹 可引不出废天那等老怪物 看来这场血痰之争 又多了一个劲敌啊 好了 现在不是聊天的时候 希望在天山台能再遇见阁下 到时或许有机会可以合作 天山台 不是说合作吗 你倒是告诉我天山台在哪啊 此地的能量如此浓郁 想必离天山血痰不远了 看来方向没错 抓紧时间追上前面那些架 嗯 方形剑 拉兰约然 快点解决吧 实相的话 乖乖把通灵白狐交出来 否则 蜡手催花这种事 我们可不是没干过 怎么 动手 生她 跑 滚 达 跨地回老 靈靈 靈靈 靈靈门的土龙之法 才算有些门当 在下地灵门黄天 此事与阁下无关 还请不要多管闲事 你们这么多男人 联手欺负一个女孩子 说出去 也不怕丢了地灵门的脸 肖 肖炎 没事吧 没事 多谢你出手相救 看来阁下这是想要英雄救美了 现在立刻离去 我也不为难你们 哼 口气还真不消 兄弟们 上 几年未见 我还是被他远远甩在身后 实力不错啊 你叫肖炎 与风雷阁起冲突的就是你 肖炎 小心一点 他很强 他们为何要对你动手 为了通灵白虎 此灵舞 能免疫前方迷阵 对视线和灵魂力量的压制 并在迷阵中指引方向 之前 碰巧被他们发现我拥有此物 便被盯上了 诶 我对你的白虎可没什么兴趣 那几个废物需要而已 我只是受人之托帮个忙 白虎就别想了 你们走吧 这就难办 受人之托终人之事 我王尘可是一言九鼎的 王尘 王尘 王尘哥的王尘 萧炎 要不将白虎给他吧 传闻着王尘 身性是杀 实力早已在动狂巅峰 放心 王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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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王尘势力虽强 但对我没有太大威胁 匿伙正好压制他的暗术性斗器 难怪能让唐营那般看重 的确有几分本事 今日之事就此做办 我会在天山台上等你 你没事吧 先找个地方 调理你的伤势吧 嗯 这次多亏你出手相助 嗯 你 你也是想去那天山血潭 嗯 虽然以我的实力 想挤进前十 还挺难的 不过来一次 也算是历练吧 此次血潭之争 抢手如云 你老师怎么会放心 让你一个人前来 我总不能事事都一来老师 想要变强 必须靠自己 这几年 你们在中州还好吗 这些年 老师带着我走走停停 遇见了许多人和事 过着随遇而安的生活 老师说 心静了 人生才会风轻月鸣 那就好 我也要去天山血潭 你可以跟我一起 嗯 不会拖累你吗 我对天木山脉一点也不熟 你在的话 我也能省心不少 嗯 那走吧 快到迷阵了 我们有通灵白狐 倒是不用担心 嗯 不过越靠近天木山脉深处 我们越要更加小心 特别要注意 不能得罪这里的原住民 士经蜀族 魔兽家族 实力如何 士经蜀族 虽然大多是二三间魔兽 但数量极其庞大 他们组长的实力 也是堪比六星斗宗的强者 进入血潭的十个名额当中 士经蜀族占据齐二 这么说 只有八个名额了 这也是没有办法 毕竟士经蜀族占据着地利 看来士经蜀族 确实不宜招惹 真是憋屈 不行我们直接进去 试上一试 别想了 这迷阵极其诡异 没有通过之法 进去也是送死 难道咱们就这样两手空空地回去 我可对不起这人 说什么 啊 这 黄尘 黄尘 哼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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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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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哟 护花使者还真称职啊 竟一路护送到了这里 小眼 你该不会是看上这女人了吧 关你何事 哦 对了 忘了提醒你 那女人身上 能看穿迷阵的通灵白虎 可是个宝贝 一定要看好了哟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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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明的我 若真要动手的话 即便是萧嫣 也要再避风了 诸位 血潭机缘就在眼前 错过了就得再等三年 他能耐再大 也挡不住我们这么多人 对 你再一起上 我许你这些东西 然后夹点 还是要重置 人家 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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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白虹是我的了 你先进去 我再离这门口等你 拦住他 解封是浪圈 小子 手段挺狠的 居然把这些家伙全部收拾掉了 不过你将这里弄得那么乱 难道就想一走了之 窦宗 这天魔山不是实力过强者不能进入吗 莫非他是 晚辈萧颜 拜见诗经蜀族的前辈 小家伙 眼光还不错嘛 小子鲁莽了 这些气球丹用来恢复斗气 效果还不错 还望前辈勿怪 小家伙 我第一眼看见你就觉得顺眼 没事 这地方我不让人收拾的 那便多谢前辈了 老夫名叫金谷 别叫什么前辈 小家伙 你是炼药师吧 炼药师对我们魔兽一族来说 实在是稀罕了 行了 你先进去吧 有那小女娃的通灵白虎 通过迷阵 不成问题 多谢金谷前辈 若这个小家伙的炼药水平 能达到我们的要求 倒是能省去不少麻烦 灵魂力量竟无法扩散 这弥阵果然疾受 是我 这么一阵 能阻碍视线和灵魂力量 不过 我们有着白虎隐喻 想要出去并不难 走吧 走 我们下班了 我们下班了 这个小家伙的 因为市场 这个小家伙的 和大虎 我们下班了 这个小家伙的 是可以的 伤双 这下好了 剩四个名了 没想到 今年四方阁同时 把他们几个派了出来 真是倒霉 那小子 不会连这天山台都倒不了 请诸位做好准备 创官即将开始 果然是高看的 抱歉 来晚了 希望没有耽误创官 这人是谁 赶得倒挺强 不认识 我只知道 又多了俩人抢的四个名额 不过 这小子看着挺面熟啊 好像在哪儿见过 是啊 到达这里都如此勉强 凤雷北阁竟然连这种废物 都解决不了 等血潭之事了结 帮北阁签了他 老夫侍金蜀族组长 金石 各位既然能到这里 想必都不是寻常之辈 也清楚天木山的规矩 只有通过了我族所布置的关卡 才有可能得到另外八个名额 这次的关卡并不难 只需各位在半个时辰内 抵御着石器上的蜀潮音波 顺利抵达山顶 便算通过 蜀潮音波阵 这 士金蜀族的阴波攻击 可是出了名的厉害 士金蜀族最擅长的 就是阴波攻击 能无视斗骑防御 如此庞大的阴波齐发 恐怕斗黄都难以支撑 看来此次能够通过的人 不会太多 阴波攻击 倒是与师虎最近阴波有相似 能否顺利通关 就看诸位的本事了 闯关 开始 提醒诸位 你们总共只有半个时辰 过时不后 你看 他们少了 金石前辈 花骨门狐牙 狐城 前来闯关 阴波阵 会随着人数增加而增强 你们可想好了 他俩的实力竟然毫无招杂之力 幻成是我们 估计下场也不会跑 这阴波阵果然极双 待会你用斗气堵住双耳 跟在我身后 是金属的阴波 能直接侵入大脑 就算我堵住双耳 也没有用的 我能走到这里 已经是极限了 你不用顾忌了 阴波斗气 能否成功 我试试怎么会知道 这般蛮床肯定是不行的 得动动脑子了 下一位 我来 有戏 我怎么没想到 这这 看看看 凤青儿要上了 是 凤雷阁凤青儿 见过金石前辈 此行离开前 家师让我带他老人家 向您问声好 多谢雷尊者牵挂 日后有机会 定去凤雷阁一叙 开始吧 好快的速度 不过带着燕燃 我的速度无法施程 凤青儿恐怕已经将 风雷阁的三千雷洞 修炼到最高级的前半 凤青儿 闯关成功 万剑阁地主唐鹰 拜见金石老前辈 来吧 四方阁果然名无虚传 培养出来的弟子 个个都实力不俗 难怪能在中州 拥有非凡的地位 黄泉阁王臣 见过金石老前辈 开始吧 暗属性窦情果然怪异 黄泉阁不愧是四方阁之一 这王臣的实力 恐怕比寻常斗皇巅峰 还有强盛不少 闯关成功 下一位 新允阁木青鸾 见过金石前辈 青鸾小姐 如今已是年轻一辈中的翘楚 你的家族 让你拜封尊者为师 是个正确的决定 封尊者 他竟然是封尊者的弟子 没想到东转一圈 得来全部费功夫 凌波斗机 居然这般轻松 是的 倒是忘了 这银波攻击对青鸾族而言 并没有多大的效果 下一位 时间快到了 这硝烟真沉得住气 只怕不是沉得住气 是没有这个能耐闯关吧 晚辈消炎 纳兰燕人 见过金石前辈 对对对 他就是那个被封了一个通缉的人 没想到 连废天都没能成功勤住的消炎 竟然也来了 没想到 此事竟也传到了前辈这里 你确定要带一个人 要不 你一个人上去吧 带上我会拖累你的 金石前辈 我们可以开始了 嗯 你跟在我身后 可以减少部分银波的攻击 嗯 出镜的你 我已经忘成默契 逞能之辈 只会害人害己 别太早下定论 萧炎实力不弱 只怕还未展现真正的本事 你也太看得起这小子了 依我看 他早就山穷水尽了 他就是萧炎 真人年龄虽然不大 但他能从废天手中逃生 肯定是有些真本事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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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果然如传言所说 萧炎不知从何处修炼了风雷格的三轻雷动 嗯 嗯 萧小之徒而已 哼 嗯 嗯 我倒是要看看 他如何带着人冲出蜀巢阴波阵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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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想脱零你 你再坚持一下 我说过 我会带你冲冠 救命 走 石狐碎金 狼将 这 怎么可能 这小子居然还有这个手 你拿这么一个 而这银钵阵的威力可要被削弱不少 倒是便宜了后来的人 闯关成功